在網絡世界,泰晤士河畔都一樣可以撫陷世界的風雲谷 風雲谷兩歲了,我們的訂閱人數已經向40萬進發 有這麼叫人的成績,傳來大家在世界各地的鼎力支持 為了令我們有更充足的資源,做更充足的資料搜集 以及台前幕後都能夠繼續精益求精,做得更好 我們呼籲大家幫助,以行動支持我們,利用超級系列打賞 以及加入會員專屬頻道,風雲會 敗清德蕭美琴當選,這是美國暗鬆一口氣最容易見到的結果 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是同一個列寧的祖宗 肥媽是一個藍絲無知群眾的一個非常傑出的代表人物 特區政府的施政是令到藍絲在那裡抗拒 有沒有讓我看錯?判就個個都會判 但等Donald Trump上台回來是會有傳記的 張五常的花名叫傻佬 黎智英的花名叫顛佬 這種性格我們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是難以理解的 這些叫偏偏我這樣吹嗎? 是不是覺得跟黎智和梁振一某種類型 公公敬敬送金融上車 跟旁邊那幾個社長做什麼? 剛才聽到查三說什麼? 照他相反的去做 蘋果是不會有連載小說的 所以他沒有小說的 很多年前他告訴我 是的,我是給他統戰 我有統戰的價值 吹嗎?他覺得自己是很有成就感 連林作如果都關起來 所以林作出來 他媽媽押著他道歉 是不是收到電話呢? 未來應該是陳國基和鄧炳強 這兩位人才之爭 沈旭暉是百席的婚宴 成千人 這個就是後面他的師父葉國華 就是在做一個秦代女不諱的角色 這個很明顯 其貨可居 那時候確實是想捧沈旭暉出來的 這個叫做梁文道 蔡東豪 叫我在香港電話過去 阿草,我找你做光明頂 我說我一個怎麼做 我要留天前 不用留天前 我和你橫分瓦架 有一個叫做劉細良 接著劉細良就帶著沈旭暉 葉蔭蔥,梁啟智,朗天 這班人我不認識 梁啟智未到,黃衛倫 黃衛倫 這班全部叫做青年社會科學才俊 這個人是很不相信我 因為在牛津的時候 他受過左膠污染 我不認識他 這個也是一個中共 我相信在香港 準備培養為轉世靈童的對象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按加入風雲匯 和陶生爆水的Patreon 未來的日子 風雲谷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中 仍然要懷著一點樂觀 終於 我們都會見到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 兩年以來對風雲谷的支持 明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拍攝收聽 風雲快信 多謝各位的支持 本人陶傑的Patreon和鮑偉聰 我們也非常歡迎 感謝各位的加入 還有特別會員 渠道封雲會 俄中兩國最新的關係 就是普京 旋風訪問中國 特別獲得非常隆重的招待 在人民大會堂 得到 好像北韓領袖 金正恩對待外賓 但是普京 就是北韓領袖 和北韓領袖 在北韓領袖 和北韓領袖 一旦 join 韓領袖 提出的 你好 滓領袖 北京就顯示俄中之間進一步結盟 當然他們用這個樣子 就是攻擊現在的現任總統這個拜登 他的意思就是說拜登四年的外交無能 是促使了普京和中國緊密走在一起 而且爆發戰爭的危機與日俱增 戰爭這件事確實是令普京和習近平 這次最新的訪問之後 整個西方增強了意識的 有一位在英國保守派的觀察家周刊 有一位長期的專欄作者 也是非常重要的評論人叫Charles Moore 摩爾就說 他說普京去到北京見習近平之行 整個歐洲似乎還未意識到 發生了世界大戰的危機進一步逼近 而且歐洲在未來的一場重大的戰爭裡面 根本是無法置身事外的 摩爾就呼籲 他說歐洲包括英國 一定要對最新的危機形勢 就是說戰爭是作出一個準備 另外其他的德國等等也都有相關的反應 所以這次的普習會是令到歐洲和西方加深了不安的 這一樣是對香港的未來的一兩年影響更加重大 這次雙方的會面 西方有很多解讀 當然有人認為中國和俄羅斯 好像結成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日本和德國的軸心聯盟 但是當然遠離這個關係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在BBC有一篇報導 是駐中國記者盧拉比克去寫的 他說解讀習近平和普京這次的會面 種種的蛛絲馬跡和跡象顯示 他們已經不是一個平等的關係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以往在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上 我們都是開玩笑 習近平要當普京是大哥 要看他的臉色 除了因為共產主義的歷史和兩個國家的歷史上的關係 前蘇聯和俄羅斯都有一個主導的關係 加上俄羅斯戰爭期間 俄羅斯表現了他這種大哥的本色 但是隨著這場戰爭已經到了第三年 因為經濟的問題和西方的制裁和壓力等等 普京不能夠不找一個同盟國或者支持他的背後經濟力量 這次去到中國 你看到習近平雖然很隆重地接待他 但是你看到普京的態度 隱隱地你感覺到他的氣場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就是說沒有一種君臨天下的態度對習近平 反而反過來有一種很親善 有一種好像帶有一點點的奉承的態度 雖然實際上沒有任何的言語流出來 但是如果看回中俄雙方的公開聲明 也沒有以前中國對俄羅斯的合作無上限 無禁區這些字眼 加上這些種種的細節 這位BBC記者就說 覺得這次普京是去中國是要賺錢的 我們在上一集都說過了 其實是希望中國在經濟上買他的單 就是天然氣和提供很多軍民兩用 可以在烏克蘭戰場上使用的零件和工具武器等等 所以這次的普集會可能是將來歷史的轉折點 因為漸漸你看到 俄羅斯雖然現在還在烏克蘭戰場裡堅持下去 有攻有守 但是因為經濟的問題 他不得不會再依賴中國多些 所以慢慢我觀察就是 那個平衡或者天平會跌到中國那邊 這件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對於未來的世界會不會有影響 和加大戰爭的可能性又會是怎樣呢 這些就是很有趣的 這就是歷史的可能性 還有會不會有偶然性 即是說普京這場戰爭裡面 他能不能夠堅持下去 或者普京他個人的地位和他的健康 如果萬一他有什麼事的時候 接著這個世界就會有另外一個大佬呢 所以中間其實是很微妙的 香港人覺得這些事情好像很遙遠 地緣政治上面呢 這個烏克蘭遠在天邊 也都中俄的關係和自己無關 但是隨時這些事情 會變成自己設身的安全 甚至所謂安身立命的一個選擇 陶先生 這次的普澤妹仲很騎賴 這個騎賴不知道有沒有人留意得到 就是去年他們兩個人已經見面過一次 就發表了一個非常之勇場的中俄聯合聲明 中俄聯合聲明裡面呢 也都強調兩國之間的合作不設上限 這次日本經理又簽著一個叫中俄再兩國建交75周年之際 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這個聯合聲明呢 中文是全長一萬三千多字 正常來說 你已經有了去年那個中俄聯合聲明 你的名字叫聯合聲明 就已經那裡有成幾千字 就已經展述了未來一個長期的戰略關係了 你有了去年那個中俄聯合聲明 你何須今年又來一個叫中俄再兩國建交75周年之際 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呢 你看看這條題是非常之惡劣的中文 如果你是香港特區的那個中文教育 你是參照大陸這樣的外交文件或者官方文字 你下一代的香港的中國人使用的中文就是三、四流 你再看一下這條題目 叫中俄再兩國建交75周年之際 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你這個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已經在去年5月的中俄聯合聲明講過一次 如果你是相同的話 你就不需要再出一個相似的、相同的版本 如果你說不同的話 那就是說去年的中俄聯合聲明是有缺失 或者大陸或者叫短板 是要有補充之處 既然要補充之處 你去年的中俄聯合聲明 就根本是不嚴肅的 是不堅實的 就是沒有人敢的 你幾三五百年來 你看看全世界國際的外交史 特別是中國鴉片戰爭之後 不要說什麼 近冷戰時代 或者太平洋戰爭結束之後 是沒有人 這些兩國領袖的會面 就算是英美 或者歐美之間 是沒有這麼類罪 發表這些文字 講來講去 滔滔不絕 之所謂類罪 我們看到兩個文件 你看到普京覺得不夠 去年的中俄聯合聲明不夠 他來到還要衰殺 還要中國講得詳細些 而中國方面也覺得去年的中俄聯合聲明 只是應付 他們會找到 最後一步 他們會找到 他會想到 他想到現在 烏克蘭戰爭 還沒有打完 而最新的形勢 就是普京 就是來求救 要求救的時候 他給多少 不給多少 這個習近平也要看 美國的面子 所以這次是拉拉扯扯 普京走來又拔三袖 又拔這個 又拔大腿 然後就看看 中國就在一個這樣的複雜的形勢之下 你知道共產黨玩這樣的文字迷宮 那個工程是非常厲害 又對一個一萬三千字的聲明出來 這些擁場的文字 對美國、歐洲的外交家 或者駐中國大使館 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他們不習慣 中國的政治裏面 是使用這些魂帽 和非常詭異 和一大堆這些抽象的名詞到底是包藏什麼的意思 連這個歐美都不明白 普京都更加不明白 所以你說兩份文件加起來是兩三萬字 一個就是去年 一個就是現在 誰有空將兩個版本 逐段逐行去比較 這些就是中國政治 包括外交的特色 你看中國港澳辦主任 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下來 每一次都是有類似這樣的東西 你也看到香港特區政府 這些警察特首和成哥 這些行政會議 這些也都是看到烏索的事 他就是要你猜 讓你看兩個版本有什麼不同呢 去年我就說過 中俄合作是無上限的 為什麼現在這句又沒有了呢? 新的聯合聲明會不會取代去年那個呢? 在國際法方面呢 就是你最新的兩國簽署的文件 你一定是取代上一個的 所以這個一萬三千多次呢 這個新的中俄聯合聲明呢 就是有 叫做不建盟不對抗 不針對第三方 有這樣的東西 但是其實你這個聯合聲明 有第一次是點名美國 說美國現在這個秩序呢 已經不得暗示了 暗示啊 不合時言 而且是妨礙世界的遵循 是吧? 而且是影響到中俄兩國的利益 是吧? 所以它要另外設立一個叫做 新時代全面戰略協助夥伴關係 那你這個這麼擁場的關係裡面 但是又不包括 又不包括什麼呢? 中國是要全力協助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的要求 現在很明顯了 現在烏克蘭戰爭 那麽普京是拖到五三五四 它又要是偵襲多幾十萬大軍 而且它要決定是要吞併烏克蘭的這個東部 但是現在扎倫斯基和美國在後面 在這個關鍵時刻就死人都不肯坐下和談 只要其實烏克蘭是肯接受整個烏東 是成為俄羅斯的領土 那麽普京是找到這樣的藉口 就願意全身而退 起碼再喘息三五年才會下一步再侵略 但是現在是美國的大選年 大選年是更加不肯的 所以現在未來才有五月 什麼時候能捱到十一月還有這半年 這個普京怎麼渡過呢 極需要習近平和中國提供最新它所要的東西 包括武器 但是中國方面呢 雖然外交延遲對於美國很強硬 但是其實它裡面的經濟 什麼的共鳴它自己都知道 也不敢在這個時候針鋒相對 是明對這個美國 但是它又要免 所以你看到俄中關係裡面 是顯示到這個習近平個人的性格 它是這樣的個人性格 對香港的要求也是一樣的 既要加強這個香港的國安 又要吸引外資 你這個既要僱存和美國 現在很希望美國的資金回來 很多希望很多外國人來 既要這樣 但是又要給美國看 它現在是崛起 和俄國建立一個沒有名義 但是更加強大的實質的聯盟 所以這樣怎麼有可能呢 這是絕不可能的事情 這樣下去是要令中國陷入殭局 所以這個聯合聲明 和去年它有超過10處地方 點名美國 就認為美國是維持持絕對軍事優勢 而破壞全球的戰略穩定 並且又點名美國 針對俄中開展聯合演習 在亞太部署導彈系統 又指責美國加強朝鮮半島局勢緊張 這一點是無厘頭的 美國怎麼加強朝鮮半島局勢緊張 過去一年美國根本沒有理會 這個金正恩 反而加強朝鮮半島局勢緊張的是北韓 因為北韓單方面 就把南北韓和平統一門拆毀 就把南韓列為敵對國家 這些跟美國沒有關係 美國沒錯 只不過是加強了美日關係 和整個菲律賓 這個亞太的一個防中鏈 但是說明其實只是防備中國 現在將這些全部炒一碟 又說不結盟不對抗 不針對第三方 這個最新的聯合聲明 那你有超過十處的地方公開點名美國 那你這個新的聯合聲明 這個新的世界秩序 它怎麼會不是針對美國呢 所以這些要點你會看到 深層裡面看到 其實中國不大的外交 它就算是經濟 對香港的政策 都是極深度陷入一個矛盾 它是執行不了的 但是執行不了 你知道它就要用這種文字 去層層包裝 所以就令到普京來到它很想 現在立刻簽署中俄第二條 天然氣管道的那個協議 立刻磅水 但是現在這個協議 到這分鐘 仍然未簽署得到 但是雙方說快了快了這樣 所以你看到這些地方 那種層次之複雜 所以這個人和它統治這個中國 它的行為是沒有得估計的 是沒有得估計的 所以香港現在就陷入一個 是這樣的模糊的境界 所以你看到香港特區政府的行為 是這樣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 這次的普集會 對於將來中俄的關係 或者歷史 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 因為我們除了剛才陶先生說的 那份協議裡面的種種細節 用字 和習近平心裡面的盤算之外 我看到另外有兩個點 第一個點就是普京 在和習近平之間的互動 言語裡面的細節 BBC的記者裡面提到 普京說他的家人正在學習中文 因為他從來 普京的家人、老婆、子女 在公開活動裡從來都不提 這次竟然在普集會裡 用一個很親善、很家人的態度 對習近平說自己的子女學習中文 這個你說是否奉承呢 當然很明顯 另外又稱習近平是親如兄弟 又稱讚中國的經濟 特非慢著進、快速發展 這些全部都在奉承中國 其實在普京以往 這個強人的言辭和態度來說 很少可以一次過這樣奉承 而習近平相對地 這個態度是冷淡 我認為相對 他對於普京來說 只是一個好朋友和好鄰居 連兄弟這個字眼都沒有用 所以兩邊一拍你就看到 誰是熱面、誰是冷屁股 剛才你所說的 習近平當然是希望 所謂取得微妙的平衡 既要也要 既要普京這個盟友 也要西方包括美國的經濟 這個算盤 我相信當然是他最大的平衡目 但是還有一點 因為我剛才提到 中俄或者中蘇以往的關係 那個絕對不平衡的 一直蘇聯都是老大哥、大哥 俄羅斯都是 那習近平以他的性格 或者他的內心、深處 我認為他現在對美國是一個態度 這個態度他不是針對拜登或者特朗普 這個甚至他覺得是一個千年的競逐 不是他不可以消滅美國的 但是這個取代美國是將來 甚至是一定要做的事 但是短程裡面或者叫做近的 其實反而他是想成為俄羅斯的大哥 這個是一個中國人或者中國共產黨 可以潛藏在內心裡面的一個童年創傷 不是什麼夢想 他當年輕人的時候被這個大哥欺負過 曾經吃過虧 又要割養土地 又要幫他打仗 就是韓戰 那裡面其實一直養人避息 就是養前蘇聯或者俄羅斯的避息 他這次如果在這一局 可以拿回這個大哥的地位 向普京市擺一個大哥的樣子 我相信是很滿足習近平的Ego 陶先生你怎麼看呢 所以就是說在裡面的心理的深層 就是中國雖然是知道一時不能夠 取代美國建立世界新秩序 但是起碼現在就已經顛覆了80年來 中蘇兩黨或者兩國之間的關係以前 我要靠你去支持成立蘇維埃政權 推翻中華民國 你這個蘇聯史太林在後面 是滲透幫我去顛覆國民黨 我始終是你的代理人 現在不是 現在真的倒轉過來我是你大哥 就是說我一時贏不了美國 但是起碼我現在贏不了俄羅斯 這一點是他做到的 所以其實這次俄中兩國這個補習會 正式確認俄羅斯普京 變為在美中俄三國裡面 淪為第三國的地位 而且已經沒有可能跟美國 在以前維持蘇聯的冷戰 似乎是平起平坐 所以這次最重大 最重大的意義就是 這個普習會 俄羅斯普京是輸家來的 但是他們是輸家 就是對中國上了第二 那麼他的輸家 好像習近平是贏家 但是你把自己對上來 就變成了確認美國和歐洲 是未來很長的時間 是將中國取代了以前的蘇聯和俄羅斯 是列為最大的對手 甚至是敵人 這一點就是普習會第二次 訪問中國改變這個世界格局 一個深層的意義 所以普京是輸了 好了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聽 這個風雲快信 下次就是風雲谷再會 多謝大家 拜拜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邁位收聽 風雲快信 這幾天震動全世界的突變 當然就是伊朗總統萊希和伊朗外交部長等 多名政府高層在5月19日坐直升機 去到伊朗東部的東亞塞拜疆 那裡為一個新開的水壩打算揭幕 誰知道直升機就墜毀 由伊朗官方所證實的消息 在機上9人全部死亡 這件事就立刻在國際的網絡 你知道現在的社交媒體 什麼都有陰謀論的了 立刻就引發了很多種的猜測 它此行就是全部的高層 坐在同一個直升機那裡 直升機在龍霧之中 在穿越那裡的山區 初初的新聞就說 不是說爆炸也不是撞毀 而是大陸所說的叫硬著陸 什麼叫硬著陸呢 就是譬如車 你駕過一些馬路的居民區 前面沒有一些拱起的那些東西 那你蹦蹦一下 你一下吹衝過去 就蹲到屁股這些為之硬著陸了 只不過原來不是這麼簡單 那些直升機在龍霧之中 有一陣大火 是墜機發生了一個非常嚴重的意外 裡面包括機長 副機長 還有保鏢全部死亡 那奈希是伊朗的第八任總統 在他上面還有一個最高的權力人物 由於伊朗是政教合一 上面是一個叫教長 是以前最出名的1979年發動 這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革命的 當時叫高美尼 現在這個叫卡梅內伊 所以奈希是卡梅內伊下面 可以說是第二號日物 他平時的作風是非常之強悍 是殘酷鎮壓那些反對他的人 是動一下就判死刑 很多對於無辜的市民 那些反對者的死刑首領 都是由奈希親自簽署的 這次無端端一獲勝 你覺得是不是真的意外 還是有古怪呢? 暫時一直以來 伊朗方面都是說一個 可能牽涉到天氣的意外 沒有說到跟任何國家有關 當然有人推測 這些會不會是以色列的特工 牽涉其中 但是暫時沒有一個進一步的證據 隨行也有兩架直升機 是安全返回 這位奈希一直都是被視為 精神領袖哈梅內伊的接班人 他的年紀 你不要看他成面鬍鬍 他只是六十多歲 相對於哈梅內伊85歲 這個奈希被視為接班人 還有如果他真的繼承哈梅內伊 可能都有十幾二十年的政治生涯 這次的遇難和成行的外交人員都死了 對於伊朗來說有什麼大影響呢? 因為他本身屬於強硬派 現在整個保守勢力都主宰了整個伊朗的政治體系 雖然他分開宗教系統和政府系統 但是正如你所說 他們是一個政教合一的體制 所以其實他也是根據哈梅內伊的精神領袖的立場 去執行剛才所說的強硬政策 包括在九十年代兩伊戰爭的期間 鎮壓和屠殺很多異見分子 特別是婦女 他最惡名超章就是對那些年輕的婦女 要求他們有人權 以及他們出來示威之後 就被抓了他們 而且有人權組織就說 有幾千個男女被撞在亂撞崗 以及說他反人類 這一點總總是西方國家對於這個總統的 一個比較負面的評價 他這樣死了 究竟會不會觸發一些內部的政治鬥爭 以及以色列那邊會不會牽涉其中 這個要等進一步的消息才能夠去證實 這個到底是不是意外呢 就立刻令我想起2010年4月 波蘭前總統 連同其他很多政府的高官 立法機構 好像現在機上還有一個是外交部長 一架舊的蘇聯專機 他就搭去俄羅斯那裡 打算出席一個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這個卡廷大屠殺的儀式 當時波蘭總統卡辛斯基 就坐著這架飛機 誰知道這架飛機 也都是在華沙機場起飛之後 沒有多久在俄羅斯境內墜毀的 當時也有陰謀論 就說普京其實派出特工破壞這架飛機 因為當時卡辛斯基 這位波蘭總統 採取一個反俄羅斯的立場 只不過那件事後來我們看看細節 應該不是人物的破壞 因為那時候又是有很濃的毛 能見到只有五百米 機師曾經是一而再再而端的起飛 然後機師就獲得當時在俄羅斯境內 他本來應該降落機場的控制塔的通知 叫他改去莫斯科那裡降落 但是他仍然按原定計劃降落 誰知道在上市降落的時候 那架飛機就撞了一棵樹上 然後迅速解體 所以那一場卡辛斯基死了之後 對整個波蘭政府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於是他的孖生兄弟就頂替了 做了波蘭的總統 這件事過了去到現在已經有14年了 現在很奇怪 是一個類似的事件照版主門 這次就真的不敢爆了 是不是一件意外 還是真的以色列的特工 或者其他國內 國內不信他的人 報紙這個暗殺 萊希死了之後 據報德克蘭竟然有人在燒炮掌放煙花 竟然是可以讓你看到 在社交媒體燒炮掌放煙花 慶祝他還死當場 可見有多高的鎮壓 都會有人為一個暴君之死 感到慶祝流露出來 那會不會更改呢 這個伊朗日後 那個對以色列 還有擺出一個這麼妄居 一個起了港的鷹派立場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之前 和之後我們記得 在歐洲甚至在亞洲 是很流行這些暗殺的活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都是一個奧空帝國的太子 菲迪南 他是訪問塞爾維亞 然後在塞爾維亞的首府 薩拉爾波的街頭 是被六個無政府主義的極左的學生 拿著把槍撲擊 結果是把這個太子暗殺 然後發生連鎖反應 奧空帝國宣布向塞爾維亞出兵 然後連鎖得到德國支持 德國一參戰 於是俄羅斯在那邊 就馬上埋位 而俄羅斯當時又和法國 是有結盟的協議 於是法國又參戰 於是很快就形成兩大陣營 這邊就是德國奧空帝國 還有當時的奧圖曼帝國 另一邊就是英國、法國、俄羅斯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由暗殺 是一個導火線 當然前後還有當時的汪精衛 刺殺這個滿清涉政王 接著之後就是日本這個文官出任的 這次是一個禮拜 甚至是五月份 是有些非常奇怪的 這些考核 不知道是不是考核 包括斯諾法克總統在五月十五日被刺 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死 重傷在搶救 然後塞爾維亞總統第二天也遇到暗殺 只不過是不成功 伊朗總統的直升機聚毀之後一天 在遠在非洲的加納 總統的車隊也發生車禍 短短在一個月不夠 為什麼發生這些 這麼多的國家的政要 要麼是意外 要麼是被暗殺不成功 或者是成功的案件 這些如果是考核 就要問一下原學家 但是我們看到 我們一早都說過了 我們《風雲高》 這麼多年 這一兩年以來 這個世界傳統的高氣壓 搞到人心惶惶 和充滿焦慮 在這些社交群體 網站出現這些 很非理性的 這些辱馬 很多國家都有 包括今年 即將是美國總統大選 所以現在看到 全世界那個重大的缺陷 就是社交媒體 就已經補充了一個 日漸萎縮的專業新聞行業 所以這次伊朗總統之死 有什麼後續呢 希望新人 是不要保持他這樣 因為其實現在伊朗國內 民間很多都是反對 這種這麼愚蠢的研究者主義 民間甚至是政府的中層 都很希望和美國改善關係 因為伊朗的民間 很多電影工作者 知識分子 科學家 他們都不甘心伊朗 變成另一個北韓的 但是無奈 在這個霍梅利 高美利 在1979年 回來推動政變之後 將整個伊朗 脫胎換骨 改造成一個鐵桶江山 搞到這些上層和中層 再加上這些國民衛隊 做無孔不入的特務 所以就形成了一個恐怖統治 現在看看美國和以色列等人 如何反應 雙方面其實都暫時剋制 沒有說到指責任何一方 如果回顧萊希 除了她對國內的鎮壓之外 近年 除了她對西方強硬之外 今年四月 她都發動了成三四百的無人機 和導彈襲擊 以色列 雖然沒有什麼效果 以色列也還擊 但是這件事已經不了了之 明顯 萊希都不想發動一個全面的戰爭 你說她克制好 還是比較務實的想法 會不會引起伊朗裡面一些激進的 覺得不滿意 還是反過來 大家會覺得 如果被萊希繼續這樣挑釁以色列 和美國 會不會捲到整個伊朗 進入了全面戰爭 滅國 這些可能是 我覺得 以色列的機會 參與這場意外的不大 反而如果在 伊朗國內 他們會不會有一些 暗藏的 萊希的反對派 還有 希望可以 採取一個更加 和西方開放 和務實的態度 不要將伊朗捲入一個全面戰爭 好像在兩伊戰爭期間 在這個90年代的兩伊戰爭 歷史差不多八年 中間兩個國家進行了一種消耗戰 互相 用人海攻勢 特別是伊朗 那些搶包山式的人肉攻勢 犧牲了大量的伊朗人 和整個國家都陷入了一個 接近崩潰的景地 所以我相信 可能伊朗 正如你所說 就算在宗教狂熱之下 在這樣的精神領袖 大量之下 還有很多人 知識分子 或者一些商人 希望可以正正常常 繼續和西方接觸 不要再重蹈覆轍 好像和以往和伊拉克 進行一種毫無意義的滅頂戰爭 這一點可能都會牽涉到 他們自己內部的一些競爭 或者陰謀 看看會不會有進一步的消息 流出來 陶先生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各位收聽 《風雲快信》 我們下一次很快 《風雲谷》的另一集 也請各位見面 謝謝各位 還有本日陶傑的Patreon 和鮑威中的Patreon 也非常歡迎 感謝各位的支持 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謝謝大家 《明偶風雲會》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要發生的終於真的發生了 最新的香港駐倫敦經貿辦 間諜疑案是有非常驚人的進展 就是此案三名被告前線 那個叫迪吉 Matthew Tricket 是突然被發現 在他的住所附近的公園裡面 是暴斃死亡 這件事就發生在星期日 下午大約是5點半鐘 最新出來的報道就是 Ticket就被發現 就在公園那裡 郭富翁 他已經被發現 他被先生指示 罵到其他人 他被他發生的避免 裁有了 他被發現 郭富翁 他被發現 郭富翁 人士가지고 一直在為他 郭富翁 他被發現 郭富翁 他被發現 郭富翁 現在被發現 郭富翁 他被捕捕 郭富翁 或者可能是轉為污點陣營的關鍵人物 這件事就當時是控動全國 甚至是國際 相信現在這分鐘全球在海外的華人 就已經在熱烈討論這件事 現在香港鑽倫敦經貿板 我早就已經說過 你現在捲入這些事件是非常之不知 現在你可以看全個香港特區政府都不知道怎麼反應 我都說這些問題 那個level 那個層次 是香港特區這些土著政治精英 是他們的認知經驗世界之外 現在最引人入勝的就是行政會召集人葉劉淑儀 剛剛才說鑽倫敦的經貿板 他的任務 就應該轉型跟這些所謂其他外國的領事館看齊 就兼收集情報的工作 那麼你剛剛宣布說轉型 然後你其中一個關鍵人物就出現是服屍在英國的公園 現在英國的警方就呼籲任何人在星期日下午這段時間 經過這個公園的人快點聯絡警方 這個最新的官方的公佈就是說死因無法解釋 這個就已經是一個最大的疑點 因為你完全可以公佈更加多的細節 就是當這個tricket你被發現 在這個公園的時候 那時候很明顯還沒有全部死亡的 可能還有生命跡象 那他到底是心臟病發 中風 還是在頭那裡被人後面撥一棍 還是在家裡服了青化甲 然後走出來才是獨發身亡呢 然後跟著最新的這個報道就說 原來根據法庭文件顯示 上個星期第一次他們三個人押解上法庭的時候 這個tricket曾經說過如果一旦保釋 他覺得生無可戀 他會自殺 但是他的保釋仍然是獲得法官批准 這個裡面有一個關鍵的細節 就是這個迪吉他當時的律師到底怎麼說 這個律師應該是代表當事人是爭取最大的利益 如果你的當事人已經說了 一旦我保釋回去 我可能會自殺 就是說會沒命 就是說如果你這個當事人一旦保釋的話 他極有可能不會再回來出現這個法庭 那麼那個律師到底是應該跟tricket爭取保釋 還是其實跟控方一起是反對保釋呢 我為了要保障當事人的情緒健康 和他的生命安全 我建議這個法官就將他暫時 或者不要說還押啦 是保護好 因為呢 他是承建案件的關鍵人物 而且三個人來說 如果是以間諜罪名和國家安全論署 迪吉的罪名應該是最輕的 就是說他是下線的下線 所以這件事是有太多的疑點 是沒有披露 如果當時在法庭裡面有這樣的爭論 就是迪吉說如果他一旦保釋 他會自殺 為什麼在那時候 那一天的法庭新聞 無論是英文和中文 都沒有這個關鍵的細節披露呢 直到他死了 而泰晤士報今天最新的報導 就是根據法庭文件 迪吉在法庭那裡其實就說 他生無可戀 他一保釋 他會自殺的 但是法官仍然批准他保釋 這就是為什麼那個新聞自由是非常重要的 和專業的新聞記者也都是這麼重要的 新聞記者他的天職就是要注意細節 就是在那些細節裡面能夠想 他人未能想 然後將這些細節報導出來 然後是由讀者或者觀眾自己去結論 這個是報導 就不是評論 所以任何單方面 這個未曾獲知事件的真相就跳出來 給一個評論的話 這些是屬於網絡上面的所謂的YouTuber 又或者一些情緒的表現 所以這件案件 從頭到尾是疑點重重的 很多人都說過 現在死了一個 最大的受害人 當然是香港特區政府的經貿辦 但是連結到近來 有很多神秘的死亡事件 例如說波音客機的公司 當它被揭發 裡面有一些致命的零件是有安全的問題的時候 連續有兩個在裡面工作的工程人員 都是神秘死亡 現在這是一個潮流 暗殺 這些神秘死亡的事件 你看伊朗 總統整架飛機的兇爛 斯洛伐克的總統 又被謀暗殺不遂 這些全部是反常的 現在迪吉這件案 這樣發生 鮑先生 你怎麼看? 我昨晚看到這篇報道 我也嚇了一跳 因為在當初這宗英國的間諜案 坦白說在英國不是太過熱 因為我和我的發言師的時候 大家在剪頭髮吹水的時候 我問他知不知道這件事 他都亡言不知的 而且我留意到當時報紙的報道和網絡上的新聞 都是過了一天之後 就已經沒有再跟進了這宗新聞 但是這次因為死了人 死的不是一個英國籍的人 是一個英國人 他是前皇家海軍陸戰隊 道地的英國人 無論他究竟是有罪與否 但是這次的報道是鋪天蓋地 亦都牽引到我們之前所評述的這個間諜案 BBC 泰晤士報 衛報 小報 特新 全部都在報道這宗名案 而正如陶先生所說 這個屍體是在星期日發現的 截至到現在才公佈 期間亦都找不到死因 因為根據警方的新聞消息 是Unexplained death 即是不能解釋的死亡 如果我照譯 死因不明 對於英國的警方來說 好像你說究竟是被人刺死 中彈 甚至中毒都有很明顯的跡象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很明顯英國的警方是想收起一些訊息 這些訊息可以作為引蛇出動 或者看看其他人的反應 所以他用Unexplained death 做這樣的報道 這個迪吉 我跟隨上星期的新聞評述 我怕有些人就跟不上 其實是整個間諜案裡的三判 因為上判還有一個英國的警察 還有他的大判就是袁松彪 就是經貿辦的行政經理 當然上面的金主是誰呢 這個有待證實 所以正如陶先生所說 其實他的罪名是相對小的 但是很可惜 因為被警方調查的時候 他就是線頭 這個線頭被抽出的時候 我已經預言過了 他會不會有機會跟英國的警方合作呢 因為首先他是英國人 另外相對地 如果要跟他談一個合作的協議 一定是先談這個 而不會跟袁松彪談 因為由下面這樣對上去 逐層爆破 到時袁松彪是不能選擇的 所以現在解決了 我不用用解決 就是說這個Matthew死了之後 線頭就斷了 而且有很多他自己也跟袁松彪直接聯絡的紀錄 於是人們不禁要問 這宗命案很樸索迷離 但是最大的得益者是誰呢 究竟是否自殺呢 他自殺的動機是什麼呢 是否從口頭協議上說 我如果保釋我就會自殺 但我又會質疑這些字眼的真實性 因為有時候聽見 一些英國人很誇張的 I'm dead I'm dead 那些出事上來這樣說 但是他是不是死了 他是不是真的會死呢 這些我會有保留的 而且事實上他的罪名 未去到一個不能挽回 甚至有機會和控方斷斷 即是說去談 所以那個動機是有問題的 我覺得他如果真的自殺的話 如果撇除了自殺是他殺呢 我就要問究竟最大的得益方是誰呢 如果他死了之後 哪方面是會得到一個好處 那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觀眾可以思考一下 推考一下 他的死呢 誰得到最大的好處呢 現在的帳面當然是倫敦 這個香港特區駐倫敦經貿辦 當然啦 最大的好處啦 是不是啊 因為這件案子 有可能審不下去啦 有可能是因為這個 其中前線的被告 或者好像你說的 有可能被轉為烏點證人的人 現在不存在啦 既然烏點證人無法提供證供 香港說這個英國是一個普通法治國家 這件案子是沒有辦法再審下去 就唯有釋放啦 但是 什麼一個最大的禍 也都是香港特區駐倫敦經貿辦 因為呢 裡面一個關鍵的人物 就叫袁松彪 袁松彪判下判呢 而且這個迪吉在上門追另一宗案 中案的前債官司的時候呢 是聽從袁松彪 和這個中間異判 這個叫Peter White的電話短訊聯絡的啦 是不是啊 然後也都看到袁松彪即時監控 就說oh shit 就是說當他發現了 迪吉上門收訴的時候 潑水等等不順利的時候 說死啦 仆街啦 這樣 所以呢 這件事呢 香港特區駐倫敦的經貿辦既是得益人 也是在全球美中冷戰格局裡面 在他們的阿爺眼中是第一罪人 因為這件事是搞出來的 這件事呢 到目前為止沒有跡象顯示 是高於香港特區政府的任何的主人是落手 沒有跡象顯示 正如我們現在看回第二端 這個 迪吉那個警方只是說他的死因是無法解釋 我們也都現在沒有足夠的證據 說呢 英國警方是隱瞞他的死因 因為呢 那段最新的《新西太人事報》說 是要經過屍體解剖之後才能夠確定 這個公布裡面有什麼暗示呢 就是如果你相信英國警方沒有隱瞞 就是警方在現場發現一個迪吉呢 就倒臥在這個公園 可能有人報警 然後就過去觀察他 就看不到有任何的傷痕 還有呢 這個《太人事報》的報道說 當時呢 是的 所以他現在說 是來自警察的 和我還在船上 都這樣做 這個公布的報道說 是Injured 它應該包括這個字 那麼重大的這個細節 如果它沒有說 如果我們有帳面 現在我們有多少分證據 說多少分說話 我經常都說 你要按事實的進度和披露來講話 就是說根據現在的報導 就是警方去到現場 就發現他身上是沒有傷痕 而且進行急救 就說要進一步解剖之後才知道 這個是種種的跡象顯示 就是警方也不知道為什麼 是很可能死於中毒的 又或者是中風或者心臟病發的 然後就是法庭文件披露 原來他曾經說過一旦保釋是會自殺 這個法庭文件是什麼時候披露的呢 就不是他們第一天過堂審訊的時候 在法庭上說出來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在場的英國記者和聽庭審的香港人 或者在英國的香港傳媒一定說出來 因為這個是很重大的資訊 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他發現的地方是一個公園 下午如果一個人自殺 這個是不是第一現場 警方沒有披露 但是從一般的所謂狀態來講 如果一個人去尋死 很多時候都未必會在一個這麼開放的地方 甚至很多時候都是選擇在家裡 酒店或者車裡 這些這樣的地方 尤其說到迪吉 他自己是這麼自殺 就是說一定是保釋 他要死 這個警方也沒有披露 這是不是第一現場 還有在公園裡面進行 如果真的自殺的話 我也覺得有點奇怪 還有疑點 所以整個過程 我想還要等更多的資訊 才知道究竟這個案情是怎樣 還有你所說到最大的得益者 也是最大的受害者 就是經貿辦 因為現在就算不是你做 當然我相信不會 因為這件事是太匪夷所思 都會將跟你拉上關係 而且從案情表示來講 剛才所說 迪吉的死一定是對於檢控更加困難 提政更加缺乏 所以另外那兩個 現在的安全狀態 英國警方是否需要提供保護呢 特別是袁松彪 他跟經貿辦的關係 聽說現在他聘請的律師 都是由他私人去聘請 並非由經貿辦提供 經貿辦就是想撇清這個關係 不要像香港特區政府 是提供法律的協助給他 所以現在的情況 這兩個人的處境 雖然是死者異議 但是跟著那兩個人的安全 才更加值得注意 而警方會不會提供保護 還是繼續由他們走來走去 如果下一個是Peter White 那怎麼辦呢 袁松彪會不會害怕到鼻孔侮辱呢 究竟英國的MI5 是否應該要開始提供一些措施 去維護這群證人有機會上庭的機會呢 這些是現在跟著問的問題 我相信一定有的了 這些是吧 這件事怎麼會死錯人 怎麼會這樣死人 正如我們剛才抽屍摸檢這樣說 現在你說Day Back說法庭文件披露 這個迪吉就說一旦保釋 他會自殺 這個法庭文件在哪裏得回來的呢 還有在哪裏公佈的呢 如果自殺最方便的 家裏割墨 或者吊頸 或者退一萬步來講 那裏要走出來的 最重要的是 應該是可以被人打差 如果這裏被人打擊 這裏不出來的 還可以去受傷害 這裏被人打擊 那裏被人打擊 還是用木棍搏 這些進一步 我想英國的記者都不會放過 現在這件事就迅速升級 就令英國的公眾和海外聯想到在貝利亞當首相時期 曾經俄國的普京派出特攻 去到英國是毒殺一些持有異見的人 有一件事就發生在梭士巴黎的兩父女 種了一些帶有輻射的罕有毒物 兩個人就坐在那個公園那裡發怒斗 然後全身發抖 另一宗就更加早 就是在倫敦的千禧酒店 一個擺明是他們俄羅斯的前特工 由於投奔英國遭到家法處理 這些案件全部是不了了之 當時的英國政府是有向俄羅斯提出抗議 這些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這些事情現在加多一件 而且跟香港特區駐倫敦經貿部有關 那你香港這個經貿辦主 英國美國想不倒閉都不行 是不是 現在這件事如何去應變和反駁呢 最糟糕這件事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就已經發出了非常戰狼風格的強烈譴責 那你叫現在中國是應該應投這件事 還是不認呢 因為中國已經要求英國公正處理此事 現在英國警方正在公正處理 他們現在就告訴你 其中的證人原來敢敢敢 我們到現場曾經急救無效 是不是 現在這些更多的細節 必定是未來披露 這件事就跟香港特區政府駐倫敦經貿辦 是扮演一個非常強烈的角色 一定是會滾雪球效應 是不是 這個對於中國香港特區政府 在國際上 所謂說好香港故事 是絕無幫助 可以說將你所有經貿辦 你還要駐在倫敦和華盛頓 你今後根本無法工作 任何人提到你這個叫ETO 腦海裏面 就會出現一個敵吉橫死英國公園的偵探片間諜片的畫面 這個我現在說回來 你們那個中國阿爺是必定震怒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 誰負責 是不是 特別在葉劉淑儀說完經貿辦從事監視和情報收集 其實都無可口非的言論之後 接著發生了這件 敵吉的暴斃案 所有人全世界都會把這個敵吉的死亡 和香港經貿辦的案件 間諜案 associate 即是說拉上關係 這是一個聯想 這個也會在歷史上留下 全世界的經貿辦都會蒙羞 因為這件事實在太過離譜 無論究竟真相是怎樣 當然我依然堅信 沒有理由是經貿辦會又將這件案件判上判上判 去到三判出去做得這麼粗疏 但我應該沒有可能是這樣的事 但就算有第三方嫁禍給你 又如何呢 問題是你做人 做生意 做經貿辦 如果真的有一些別有用心 我用外交部的說法 他真的做低了敵吉 嫁禍給你 你都沒有聲音出 你沒有辦法去澄清 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的得益者就是ETO 於是你啞仔吃黃年 你硬吃了所有東西 你出來越解釋 只會顯得你更加無私顯見思 這就是今次這件事件傷害的地方去到哪裡 當然萬一真的查到跟經貿辦有關這件事 更加恐怖 這件事將會成為國際的醜聞 甚至整個經貿辦立刻被驅逐 這種情況是跟著這個禮拜的發展 還有這個禮拜應該是開庭審訊 我相信全世界的焦點又會去到這件案上 陶先生 你又惹了一班路透社 CNN 太平時報 華爾街日報 這些你特區政府兩年以來強烈譴責 超過幾十次的這些所謂外國反華 敵對傳媒勢力過來 是聽庭審 這些就是你近兩年你選擇用這樣的方式去歸邊戰狼 那些民主黨是得到的後果 你強烈去譴責西方在香港的傳媒 現在西方的傳媒就是公事公辦 把這件事放在頭版來follow up 是不是 這些就是香港所謂的政治精英 他們的管治水準 你現在整班人都不知道怎麼反應 首先你內部如果我是特首 早上起床開這個緊急會議 立刻問責 當然特首本身沒有理由 可能不知道這些細節 可能 那些細節 可能是否有可能 首先經貿辦 是向上的那個局長是誰 經濟事務局 經濟事務局局長是否要立刻 向政務司司長和特首提供一個說法 然後經濟事務局說不關我的事 裡面這個是退休的 叫做退休的警司 這個可能牽涉到警方 或者保安局 那麽又會弄到另一個山頭 那邊的山頭說不是 他是在執行一些港版國安法 這個叫域外管治的權力 包括跟蹤羅冠聰 葉劉都已經認了 這個是正常的任務 那麽就是港版國安警 好了 你一弄到國安警 國安警就是我們 從屬於這個國安部的 上面的 那麽你又是燒到上面的阿爺 所以你是牽涉到現在幾多個部門 一定是你推我 我推你 你又看上面 上面就現在目露空光 看回你轉頭 嘩 這件危機是香港真是1841年開埠以來 真是未見過這麽奇怪的 那麽接下來還要面對著 賴清德這個涉嫌 鼓吹台獨的分子 那麽現在你搞這樣的敵吉死亡案 添煩添亂 無緣無故在這邊燒起一口東西 給西方歐美國地就是把香港 就這個經貿辦變成間諜署 那這件事就無故就是 就是捷外生枝 就是这种情况 随时现在中国那边 因为赖清德上台的就职演说 是很可能将攻打台湾的时间推前 有很多紧急的事情要处理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黄山之折是很严重的 他一定上面夏宝龙都不知道 他说你怎么办 难道又要再来调研七天吗 又要成立个专案组吗 逐个背见吗 又要见一见香港各界的精英 爱国爱港那些 问你提供会有什么看法吗 是不是头都大了 现在这个波就在英国那里 现在英国有关方面深入调查 从此调查到多少 他心知肚明 是愿意公布多少 主动权益在他那里 是愿意什么时候公布多少 又是他说的 你看短短一个星期 现在标出个法律法庭文件 原来其中一个被告有自杀倾向 那他都是现在才说的 当日没说过 当日就将他起诉书全文泄露出来 起诉书二十几页 还有关键的一句 说袁重彪是对英国警方说的 英国和香港两个地方给他选 他更加喜欢英国 这句在起诉书上 这个是由英方透露给你的 那现在整个波在英国那里的主动权 在你们所声称的敌对势力那里 是由英国的建议 最后面还有美国 哇,这个敌局你怎么拆呢 你说怎么拆呢 是吧?拆不能够的 最好笑的就是我第一集已经讲过了 香港特区的中华精英 加外国,外港 这几年是特别的充于柴鱼饭后 是谈论间谍 以及香港是一个所谓的远东的卡沙布林加 是很喜欢讲这些话题 我已經講過 越喜歡講這些話的人就越是愛河 現在你講講講 終於撩鬼拿命 就是一群兒童在一個屋裡 五夜在講鬼故 你知不知道 這間屋其實很猛鬼的 聽說 是嗎 什麼叫鬼 我沒見過 你沒見過 我阿嬤見過 聽說這裡我做了資料搜集 這個世界上真是有鬼的 你信不信 我信科學怎麼會有鬼呢 整班是小孩子來的 對於玄學 對於靈界 他們是沒有任何的專業知識 也不懂得捉鬼 講講講 突然間陰風陣陣 真的有鬼出現 整班兒童就唯有作鳥獸散 現在就是這樣 你講吧 香港是遠東間諜之都 現在就是這樣 還有 你自己講的 港版國安法和二十三條 是有域外場被管理的法權 這些是全部特區自己講的 所以你不要怪外國的傳媒現在 將最終的責任放在你那裡 這些是你自己刻字講的 是吧 無論你這些通緝犯走到天腳底 我都有辦法將你承諸法 拉回來香港 這些是特首講的 然後突然間你那個倫敦 香港特區駐經貿版 出現這些 經貿版 就出現這些離奇命案 人家英國美國就堅持半邊嘴笑了 這些就是毫無經驗的兒童級的管治了 這些就是所謂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水準 這些就是你香港特區政府對世界和國際局勢的認知能力 這些我們叫做小孩子扮大人 這些我們叫做小孩子扮大人 在圍爐吹水扮大人 結果真是療鬼拿命 這些我聽過了 以前等於在寨治區或者七層大廈的球場裡面 那些十多歲 十一二歲的年輕人圍著一起 在說什麼呢 說十四啊 新機啊 水房啊 這些這樣的切口 在那裡扮淫屍 結果是什麼呢 其實你本來都不屬於那個世界的 但是比隔壁左右的球場那些真正大哥聽到 就走過來盤你咯 說你囂張嘛 什麼十四啊 你懂不懂啊 誰是你大哥啊 不是啊 我們只是看書看回來 看回來說話這麼囂張幹什麼啊 亂響朵啊 這裏是什麼地頭啊 啪啪打兩巴 哎呀不要打不要打 現在就是了 說間諜什麼諜啊 你有什麼資格說啊 那些報道 那些香港人言 那些報紙那些專欄 笑死人啊 現在怎麼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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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提供到任何建設性的意見 你唯有交給你們的阿爺處理 你也都處理不了 上面直接下命 不說一句也說了 人家倫敦才是間諜之刀 整個歐洲啊 或者歐美國啊 特工啊 不要說M.I.5 M.I.6啊 在倫敦活動的歷史啊 你們那時候都還沒穿褲啊 你在經貿辦裡面什麼時候插些人在這裡 玩間諜遊戲啊 Spy game 還要在倫敦啊 你會不會去錯地方啊 等於我剛才所說 你們一群年輕人不只在球場裡面去玩 你還跑去那些什麼呢 以前那些葵城啊 這些這樣的地方啊 人家那些字頭插在這裡已經幾十年了 即是由國民黨下來的年代 1949之後 在這裡插旗啊 你無緣無故幾條年輕人走到人家的字頭裡面 在這裡響朵 兼隔在這裡玩 插旗 還要收陀地 你想一下 現在的ETO呢 我打個譬如 剛才很粗俗的譬如 你出來走 你要看地方 還有你看陣地在這裡已經在這裡玩了多久 這個遊戲 間諜遊戲你不懂得玩 倫敦你選錯地方 你也都沒有經驗 所以這次為什麼 我都經常說 間諜全世界都有 歷史悠久好像你說和槍記一樣 人類歷史上自古以來都有 但是為什麼你一玩 在1997年去到現在 特別是國安法23條之後 立了都不夠一年 這個23條 國安法都立了一會兒 為什麼就玩爛了呢 為什麼之後玩到全世界老土兼噗噗 脫褲給別人看 問題就是你不懂玩 你還去錯地方玩 結果就玩到這樣 玩到一坨屎一樣 難聽說 就像那些嬰兒子一樣 那些資料片報 聲音太落地上 所有人在這裡 很臭 很臭 而現在的情況 就差不多是這樣 陶先生 在倫敦那裡學人說這些東西 英國說這科 在倫敦有案可契 五百年歷史 你知不知道伊利沙伯一世時代 他的寵臣 其中一個叫Lord Washington 就是現在MI5 MI6的大宗師 他是第一個發現和發明 在隱形墨水裡面怎樣解讀密碼 然後才有Blatchley Park 你看那部電影叫Imitation Game 那個裡面的情節 才有Alan Turing 你知不知道五百年前 那個戲班 大文豪 沙士比亞和整班劇作家 包括Christopher Marlow 他們是寫劇本和演戲的同事 也都被指為身父有秘密間諜的任務 你做過多少天啊 是吧 你沒有這方面的經驗管理 你不要這麼大把口 說我們去天腳底都有辦法去找你出來 我知道 你是警察出身 是吧 但是我知道 你都去過英國受訓 英國人會不會教你這些東西 我一早提示過 魯賓信漂流記 魯賓信會不會教土著的叫Friday 教他航海知識 這些二十幾年來 1997年以後 你說當家作主 當家作主 你一度因為大陸的熱資灌進來 你是成為全世界賺錢最融資的地方 但是不是你是第一名 紐約 倫敦 香港 給你排第三 是那些《Financial Times》那些人說下來 哄你開心 你當然覺得自己是跟紐約和倫敦平起平做 是吧 那現在這件事怎麼綫後呢 這個Ticket 如果你說要英國偵查報道裡面很多東西玩的 那些報紙記者可以找Ticket的家人 他平時這個人是怎樣的 是不是心理這麼脆弱 他做過王家陸戰隊的 他是不是這麼抑鬱 是不是有自殺傾向 這件事他做一件都是一千幾百而已 找這些雞稅的錢值不值得他去自殺 是不是 就算他這件事他都以為是沒有罪 他說沒有罪的話 你完全可以打得掉 這件事你最多這些東西 他自己是海軍陸戰 不用死的 不用死的 我早就說了 為什麼他在法庭出來的表現是大失常態 他在法庭上掌握著臉狂奔呢 這些人跟他做過陸戰隊的軍人訓練是不符的 這些所有都是我們第一集 就向各位一起分享過的疑點 現在果然出事 跟著那兩個點 當然這些英國政府 不需要你跟我教的 我們的職責就是分享一些裏面 我們所知道的經驗和發言的疑點 和和大家分析裏面的邏輯問題 和推論這件事發展的去向和後果 所以現在搞到複雜了 搞到嚴重了 我想經濟事務局是不是應該有一個表態 現在什麼都說表態的 不應該一片騙像無聲的 你應該出聲的 最近香港的傳媒說 這個經貿局是不會為這個叫袁重標 提供任何的律師 這個都是表態 以免令外界覺得 裡面這些所謂是跟經貿辦有關 跟香港特區政府有關 但是英國稀露的那些錢 是經由經貿辦開的 我們兩邊不要相信任何一邊 正如我說 你把兩邊的說法拼在一起 所以現在應該邀請香港特區政府 經濟事務局的局長 開一個記者會 講清講錯 不要單方面一面倒去審判 除了之外 我希望葉劉淑儀不要再說話 因為我很害怕 她上次說完之後 已經間接證實了經貿辦有特殊的角色 我怕她這次又說漏了口 經貿辦的特殊角色 不只是監視和收集情報 如果萬一她說執行家法 我舉例而已 不是真的 她說執行家法 都是她經貿辦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你猜 外國的CIA FBI 在領事館裏面 不會這樣做嗎 我怕她會這樣說 你千萬不要這樣說 你這樣會搞到特區政府 蒙羞和更加大件事 ETO不會執行家法 你不要這樣說話 外國譬如美國是執行家法的 美國是有的 是抓紫洛登的 她也抓紫洛登 她也想把紫洛登尾口 如果不是紫洛登 要經香港特區的梁振英 在干預之下 把她安全轉送去中國 然後交給俄羅斯 外國也會這樣做 糟了 不過不可以這樣說 你不要教 你不要教 這些香港大學畢業的精英考第一的 這些是有國際視野的官員 怎麼說什麼和不說什麼 你不要教 你沒有資格 好了,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各位收看 《風雲快信》 我們很快 《風雲谷》再見面 歡迎各位加入 《本仁陶傑》 和《白衛衝》的Patreon 下次再見 下一集再見 拜拜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 歡迎各位繼續收睇 收睇 《風雲快信》 多謝各位的支持 《本仁陶傑》 《Patreon》和《白衛衝》 非常感謝 各位加入我們的特別會員的 《風雲運輝》 好了 香港特區駐倫敦經貿辦 捲入所謂的間諜案 終於是 逐步的真相 或者是事實 大白於天下 現在這個神秘死亡 下線的男子 英國的前王家 海軍陸戰隊 受到英國的前往 就要認識 《白衛衝》 《白衛衝》 《白衝》 蔡若蓮在最近訪問英國的時候 他曾經是貼身做過保鏢護衛 這些相片都可以證實得到 這個叫做Matthew Tricket 以一個很沒有力氣的 一個很有陽光氣的西方男子 一個大大隻隻 非常英偉的一個姿態 他曾經是在香港特區教育局局長 蔡若蓮在倫敦的身邊 而且這些圖片顯示 蔡若蓮在見香港學生的時候 這位Matthew Tricket 以一個非常警戒的眼神 在一個非常合理的距離 暗中監視和在看蔡若蓮 有什麼盡視和其他人的動靜 這些資料圖片顯示 Mathiel Tricket 蔡若蓮的部長 訪問了英國很接近的時間 我們看到迪吉的姿態和眼神是很專業的 真是不愧做過皇軍陸戰隊 而且他保持距離不遠不近 那個態度是不溫不火 還有眼神是不冷不熱 這顯示得到英國的護衛和暗中的保鏢和監察的專業精神之高度是值得香港人去學習的 蔡若蓮局長出席這個活動的時候 在今年的一月出席在英國的一些教育展或者這些活動 裡面的圖片大家看一看 在右上角用紅圈圈著的就是這位死者 前皇家海軍陸戰隊Matthew Tricket 當時他是一身西裝淨裝打扮 那個態度是一個很專業的G4特工式的身份出現 距離沒有貼著蔡局長的 距離大約是幾個身位 用一個眼觀四方 耳聽百面的態度就在看 那這些我們平時在電影裡面 或者是一些國家級的領導人出訪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類似的這些特工或者保安 但通常那些特別是來自鄰近地區那些 那些眼神是殺死人的 好像覺得是放死光那樣 以為那些刺客就周圍會撲出來 因為他們要交差 如果不然他們那份工不保 但是你看到Matthew Tricket 是一個紳士來的 他的態度 兩隻手放在身前 很堅持地放著這位蔡局長 而接著在第二幅圖片 你看到Matthew Tricket 他就眼觀百方 他的眼神就落在遠處 就是說在蔡局長的台後面 他跟另外一個袁從彪 即是經貿辦的行政經理 是坐在同一台的 即是他是認識袁從彪 而且這件這樣的保安工作 應該是袁從彪是委託的 因為如果不是 他就不會在這裡出席 另外最後一幅就是 他再在蔡若蓮局長的後面 我相信有七八個身位 眼神也是望向遠方 他在監控可能一些高位 從這些幾幅圖片你看到 這位Matthew Tricket 跟他在法庭外面的表現 以及裡面形容的一些細節 是嚴言兩個人來的 如果跟剛才的圖片 看得到 他從事這個經貿辦的保安工作 已經一段日子 而且工作是專業 如果不是 不會不斷請他 而根據法庭文件的披露 他是經由這個經貿辦出糧 因為英國的法庭文件 是有證有據的 但是 你現在這樣出了事 去追溯和暴斃 經貿辦能不能夠 將他完全撇掉的關係呢 之前的這些活動 為什麼會一直請 這位前皇家海軍陸戰隊 和上線 Peter White 這些全部是一些 我們問問題的 經貿辦不可以當作 完全是 若無其事 一個外判公 因為這個人 重複地出現 包括他的上線 Peter White 都在許正宇 財經及事務局局長 在二、三年四月的時候 即是一年前 也都出現過 在許正宇的車上 亦都是從事這些保安的工作 即是說 Peter White 和U.M.F.U.Ticket 都是ETO 倫敦經貿辦的 一個長期的僱員 那現在呢 這件事呢 漸漸水落石就出了 陶先生 好了 這個迪吉為什麼還死呢 我們看回英國政府 警方 較早時公佈的起訴書 那個起訴書是非常之長的 他裏面說到4月30日 迪吉就奉名 走去一個叫擴民旗 香港的女子的住所 去了兩次 一次就敲門 第二次就用水 敲門不得要令 就用水潑入門房裡 結果就驚動到擴民旗 即時報警 就導致迪吉當場被捕 然後呢 5月1號 這個迪吉就在那個 英國那個警署裏面 就和其他人 這個袁崇彪 和這個叫Peter White 就一起落口供 這個起訴書裏面 就多次提到 這個惠sir 是對於警方的提問 是叫No comment的 是不與評論 還有鄧崇彪就說多些 就口口聲聲說 就不關自己的事 還有自己是無辜的 那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在4月30日 這個迪吉和鄧文彪 和這個叫Peter White 就一起被這個警方拘捕 在警方拘捕裏面 根據警方的起訴書 就是這個迪吉就告訴警方 他其實很後悔 因為他不知道 他和這個經貿辦事處 這個袁sir做的事是犯法的 他以為全部都是合法 這裡我們要記住 他當然以為全部都是合法 因為正至於他今年1月 他出席這個蔡若蓮 這個訪問的保鏢和胡惠文活動 他確實以為蔡若蓮 是一個中國香港特區政府的教育局局長 他坐在那裡監視著做保鏢 應該是防止什麼呢 防止香港流散在英國的一些被通緝的人士 或者一些年輕人 是發現蔡若蓮在場 是上來滋擾或者抗議而已 好了 接著5月1號 三個人都上了庭 上庭之後 這個彪哥 這個叫袁重彪 和這個惠sir 就很快地離開法庭 但是 這裡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就是迪吉在法庭那裡多留六個小時 那六個小時 相信有些事情發生了 六個小時之後 他出法庭的時候 被記者在外面等著 就看到那一幅非常著名的軟面狂奔的照片 一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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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那這六個小時為什麼他流多了呢 他六個小時會面會見什麼人呢 當然是會見主控方面的了 難道坐在那個法庭裡面唱哈拉OK 或者看Netflix嗎 好了 那這六個小時他爆了什麼東西呢 是會見主控方面 或者看法庭 或者看當時住在法庭的探員 那裡 就會惹人非常之猜疑和推測的 是不是 好了 果然 就在 沒多久之後 他就被發現服屍在自己住所的公園 那這六個小時他流多了 為什麼他流多了 他向英方爆了什麼 是不是 還有如果他六個小時在法庭裡流多了 涉受盤問的時候 講了很多詳細的內容的時候 在星期五 開庭審訊 如果他生歐歐出庭 那主控方 是不是問多很多問題 還有到時在法庭裡如果有記者 是有很多東西爆 是不是 現在他在星期五之前就死了 就是說星期五他沒有得上法庭 沒有得上法庭呢 就是他上一次在法庭 那現在就在法庭的時候 所以他不可能就是 他要把這個地點 他要被想法庭 他還會侵入 他都說他 那些事情 等一下 他都說過 沒錯,因為我們之前那幾集都提出一些環境的證供和邏輯的推敲 因為這位Mathiel Tricket他知道的事情和他最有條件 去跟英國的警方施斷 因為第一,他當然是英國人 第二,他是前軍人從事皇家海軍陸戰隊六年 這一點,相信他跟英國的警方和情報機構有一個共同語言 就是說大家都知道大家是什麼人在玩什麼遊戲 還有那個protocol,就是說這次他是斷政的 也都會面臨監禁,因為監禁輕則十多年 如果不是,也都會有若干十年以內的刑期 有什麼方法可以減刑或者免於起訴呢? 用很簡單,用我們香港國安法動用對付抗爭人士的方法 就是污點證人 用污點證人的方式就是用交換的條件 叫他把所有他已知的東西去供出來 那他知道什麼呢?大家心知肚明 當然就是跟倫敦經貿辦歷來所有擺在桌面或者桌底的工作 有關所有的文件通訊,他收的錢和牽涉的人等 你想想裡面不只是Peter White對上他的上線或者一個月重標 可能還有很多很多人 結果他在這個六個小時內在法院沒有出來 究竟躲起廁所還是跟相關有關的人員在討價還價 或者在考慮他接不接受這個條件呢? 不知道因為六個小時內沒有人 現在死無對證 但是我們從無論戲劇上或者邏輯上推敲 就是這位Matthew Triggert 應該是面臨一個很大的危險 這個危險就是 他一旦爆料將會 炒起了整個倫敦經貿辦 以及相關可能其他的情報組織 機構人員 所以他的暴斃 不是一個最簡單的叫做畏罪 或者是一個突然間的意外 一定是牽涉重大的利益 以及後面的間諜的網絡 所以這一點呢 是值得留意的 也都現在上了國際層面的 因為呢 過程裡面實在太粗疏 以及 令到外交的顏面何存 這個迪吉是上門追債那一天 警方到場的時候 只是捉了迪吉一個人 其實他那時候用手機 是跟這個願望重標在聯絡中 在表面上來看 就那天來看 這個袁重標就不在場 不在場你還可以說的 袁重標還未見過 這個叫做迪吉 是吧 因為按照判上判 你不需要認識迪吉的 袁重標 這個叫做迪吉 那時候呢 只需要認識中間那個 就叫做 Peter White 是韋Sir 然後韋Sir呢 就應該跟 這個迪吉呢 那個關係最密切 因為他們大家一起呢 在機場那裡共事過 那現在這圖片顯示就不是了 是鄧重標和迪吉呢 曾經坐在一張桌 是不是 在這個蔡若年局長 是出現在倫敦的時候 這個不是說判下判或者判上判 我給你夠錢 阿鮑先生我想要一個劇本 你不需要寫 你給你的男子和我寫 哪些男子我不知道 到底是浸會大學電影是畢業 還是電影學院那個 我認識都不認識 總之你兩個星期之後交個劇本給我 他寫了之後經理修改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不是 是大家我和你和那個男子坐在一台 是談過故事的朝鮮 這樣就嚴重了 所以為什麼 迪吉死得這麼快呢 因為星期五就要上庭 那裡糟糕了是不是 現在上庭沒有中國人 但是會不會螳螂報仇 王爵在後 其實迪吉在死之前 已經向英國警方 透露得七七八八 這些他所說出來的東西 到現在為止 應該是對這位彪哥是相當之不利的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嚴重很多了 嚴重很多 現在唯有一個解釋 這個的吉我們不認識的 這個Peter White也不是我們僱員 但是你被人拍到他同框坐在那裡 類似那些所謂的小桃園飯局 你不是說搭下搭 找個劉夢雄 這些人去找新界的知名人士 在你坐在那裡吃過飯的話 那就 相當之來人尋味了 是不是 現在的情況唯有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袁重彪揹起他 這個法庭信和不信一件事 因為袁重彪可以說整件事 正如他所說的 那個卓sir是他朋友 他只不過是作為一個介紹人 聯絡人 就把這單 秘魯就介紹了Peter White 以及給Mathieu 但是他也解釋不了 為什麼 那條數是用倫敦經貿辦的名義 去開出的 去搞數的 當然他攬上身 到底法庭信還是不信 但是 等於我們經常都說 你做官員 包括香港的特首 一樣 你是沒有私人身份的 因為你既然背著這個職位的時候 你一舉一動你的言語都在代表你的 所代表的官方機構 因為袁重彪不是私下 晚上 例如去看血衣舞 或者是 牽涉一些私人的感情關係 然後就被人拘捕了 那你就可以說是私人事 甚至你個人 你駕著一輛車 有交通意外 你都可以說是個人的 這個失誤 但是現在你牽涉一件 情報監控的工作 而你的身份 也是經貿辦的行政經理 中間的錢銀瓜葛也是經過經貿辦 所以你在法庭上就算你要攬上身 都未必可以 現在的情況就是 只要Matthew Triggert 頂證 他是直接受僱於 這個袁重彪 亦都在過程裏面 不是說什麼介紹人 他亦都知情 這件事 是這個倫敦經貿辦 是 搞掃給他 所以他才以為這件事是合理和合法 因為他沒有想過 倫敦經貿辦 指派他的工作是違法的 如果用他的說法 所以 如果Matthew Triggert 5月24日 上庭 一頂證 袁重彪就爆了 即是他一定 就入罪 袁重彪入罪 會不會是另外一個Matthew Triggert 即是說他會不會 也會變成污點證人 在面對這個十幾年的刑期之下 他會不會和英國的情報機構合作 再爆料和鼎證 再一些幕後 我們不知道 和這件事件有關的人士 甚至更加大的情報 監控網絡 這一點才是 有關方面最擔心的事 所以 這件事 水狠心 和 可以再滴下去再滑下去的東西 是很難預料的 所以說迪吉之死 就等於向英國政府和他的反恐 或者情報機構 形成了一個挑戰 這個挑戰英國政府是怎樣去接招 相信 在很快的庭審 開戰之下 在一個漫長的審訊裏面 到底是否會導致 香港經貿版 這個 阿彪哥等 是沒事 是獲釋 然後安全歸來香港 然後接受香港特區政府同事 的歡呼和解餵酒 那就後話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看 《風雲快雙》 我們會陸續和各位一起關心 分享 全香港 全世界華人 高度關注的這件事 下次節目時間 再見 謝謝大家 再見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 約定風雲谷再會 明偶風雲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吐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 個人意見 《風雲高 《風雲快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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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位準時回來收看收看《風雲快雲》 多謝我的支持本人福建的Patreon和鮑威聰的那些都是Patreon和鮑威聰的那些都是Patreon之一 感謝各位是繼續加入的 好了 這個倫敦香港的經貿辦案即將是開心的 大家都知道其中一名關鍵的被告 就是排第三 這個英國的戰王家 開軍陸戰隊員 迪吉就離奇在公園死亡 現在少了一個 就正如我們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研判 現在迪吉死了 可能 控方少了一個很關鍵的證人 如果少了一個證人應該對另外兩個被告是有利的 這一點最新也獲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 流亡海外的香港律師 許智峯證實了這件事 不過大一點也未能夠肯定 現在這件事在英國也有新的進展 就是總共有七名 下議院跨黨派的議員 聯名要求英國政府 關閉香港駐倫敦的經貿辦 這個原因就是1996年 香港在倫敦的經貿辦 是要由英國政府立法的 立了一條法就叫做香港經貿辦事處法令 就是說 在一個大前提 就是香港經貿辦 只能夠 住在倫敦 促進 英國兩地的貿易 和經濟關係 現在你已經是違背了這個功能的承諾 因為最近行會召集人葉劉淑儀公開說 經貿辦應該華麗轉身 是加入了追蹤和監察 流亡海外的一些異見人士 包括羅冠聰 和劉祖迪等人的功能 那你特區政府自己承認了 我們一早說過 你是提供最佳的理由 是給英國政府採取行動的 現在七個跨黨派的議員 就提出這樣的要求 那對特區政府 有利的地方 就是英國首相新委成 剛剛提出7月4日大選 國會是解散了的 現在只剩下一個多月 現在是沒有人做事的 保守黨政府現在就趕快叫那些人吹雞埋位 準備大選 而且極有可能 99.999%的機會 保守黨政府 是會 這個落敗的 解散了國會這七個跨黨派的議員 將會還有多少個在下屆的大選之後 如果這七個議員 這七個議員 雖然來自不同的黨派 他們發出一個這樣的要求 英國政府做事 是一個這樣的呼籲 恐怕都是要等7月4日之後 如果工黨贏了 那由工黨政府去執行 所以特區政府應該還有 至少一個多月的喘息 你一個多月之間 就要視乎 這三個被告裡面的 現在少了一個 剩下袁松彪和惠Sir 如果他們緊口 什麼都不認 什麼都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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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nt 那你知道 這個英國是一定會公正處理的 難道警方 拉他進去兩個人 嚴刑敲打嗎 看看能不能捱過這兩三個月 正如許智峰律師所預測 對他們有利 只要叫不開口 在沒有有力的證人之下 這個英國警方 抓住 迪吉 生前 在警署 或者最後那天 在法庭下的口供 然後交給法官 就看看法官信不信 還有到時要看看彪哥 和惠Sir那兩個律師 是有沒有足夠的口才 是不是呢 鮑先生 因為我們之前的分析 這位 Matthew Tricket 或者翻譯 迪吉 是成建案件的一個破口 因為他當時被捕 在手機裡面 被發現了他和上線 Peter White的關係 和那個工作 當時現場 Peter White 被警方 被捕捉到 如果 迪吉死了之後 就缺乏一個有力的直接證人 證明 Peter White 他的身份和他參與這件事 如果Peter White 這個也不成立的時候 亦都會令到 加上他自己保持這個沉默 他不作弓 不對爆這個上線 這個袁重彪 袁重彪 亦都可能會有疑點利益 歸於被告的情況之下 得到釋放 所以這次 問題就是 迪吉的死亡 的確對其餘兩個 被指證的 犯人 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可惜 這個雖然少了一個人證 但是有物證 因為特別是 這次牽涉到 有三筆的錢 是 經過倫敦經貿辦 去了 Peter White 即是 迪吉的上線 但是也有一筆錢 是由 倫敦經貿辦 轉去 迪吉的戶口 這些物證 你是不能夠狡辯的 雖然根據 這個消息裏面所說 袁重彪的解釋 是給這三筆錢 這位Peter White 牽涉到九萬五千磅 是出於好意 但是 法庭林會不會接受 進行了 成差不多一百萬港幣的轉賬的時候 是出於好意呢 因為這個說法 就是說對方 Peter White 因為銀行賬戶不能進行跨國轉賬 所以才向他求助 所以他才通過經貿辦 去轉錢給他 這一點是比較牽強的 所以其實我們24日看看 這個法庭的開審之後 究竟這兩個被告會不會 有了爆 或者是 他們會不會 作出進一步 的解釋 對於現在那些鐵證如山的物證 所以 本來 已經是 無懈可擊的一個這樣的證供 現在缺少了一個人證的 的確是令到這兩個 其他被告是有機會 可以逃出法忘的 有一點點機會 但是也不是很多 正如你說 這個迪吉是生前 其實已經是向警方 是拋了他所知道的資料 如果不是 就不會這麼快 就可以轉介去法庭那裡過課 雖然那個人是死了 但是留下書面的那些東西 那些紀錄 至少可以指證 在去年半年 他曾經執行過 很多對於海外被通緝的意見人士 在他們的住所 或者跟蹤他們的行蹤 而不能夠 再熬他 還知道得多不多 即是說在去年或者前年 你認識的 彪哥多久 這個Peter White 在半年之前 還有沒有其他的臨審 或者還有沒有 在這一宗追債成功之後 然後再派你 去另外一些任務 這些可能就不會再有 即是No further information 但是so far 到目前為止 那六個月內 和加這一宗追問Monica Korn 其實 在那個 那個實質的證據方面 是夠了落鑊的 那最多 最多 就不會加控其他的罪名 但是 就算這個叫Peter White 和阿彪哥 在法庭上一聲不出 然後死口不認罪 你看看 主控方的那個大律師 都不是三歲小孩 他會拿著那些這樣的證供 和拿著那些手提電話 WhatsApp那些短訊 逐樣逐樣去問你 是不是 所以呢 就應該就不會再燒上去 就這兩個 會呢 被這個迪吉 所指控的種種的罪名 就應該會成立 現在最大的問題 最嚴重的就是 特區政府 這個 經貿辦也好 經濟事務局也好 保安局也好 警方也好 是沒有辦法 和 跟袁松彪聯絡 是沒有辦法跟他合作口供的 你知道嗎 是吧 因為他們兩個保釋在我 在家 是有條件的 變成大家 喂 袁松彪怎麼說話 去保護香港特區政府 那個經貿管 或者其他的同事呢 現在是沒有 沒有溝通的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說 叫沒有溝通 沒有溝通的時候 這一點是對控方有利 是不是 對控方有利呢 如果控方 英國人也不是傻 在兩個之間再分化 叫其他一個人頂證另外一個 你如果頂證 認罪 就判輕一點 是吧 然後就告訴另一個人 那個人已經認了 是吧 你就很快點就趕快營 這些英國人很懂得玩的 他有意放苦歸山 讓你回去兩個家裡住 你夠不夠膽 你兩個現在拿著手機在那裏 WhatsApp Signal Instagram 在那裏 趕快夾口供 你一定不敢 你乖乖坐在家 是不是 這個 其實跟拘留是沒有什麼大分別 你不能夾口供的時候 那時候呢 就上到法庭 其實這件事對那個辯方是很不利的 你如果想打掉 是要walk out的話 是不是 所以現在這件事是還沒完的 雖然是死了一個 但是好像對於控方來說 好像他拍一部電影 例如希治閣 1960年一部電影叫做觸目驚心 在劇本上有一個很大的挑戰 就是裏面的女主角叫做珍納李 是吧 騙了他那個公司的一筆錢 然後呢 晚上就走到一間旅館那裏 投訴 結果呢 這部電影到三分之一 那個女主角呢 是被人殺了的 那麼這部電影是沒有男主角的 這部電影是三分之一的女主角被人殺了 喂 希治閣 還要怎麼把這部電影拍下去呢 他真厲害 所以這部電影叫做Cycle 希治閣的懸疑片的名作 當日就是示範了 戲劇的突破 就是在沒有男主角和沒有女主角之下 這部電影在接下來的三分之二 一樣是拍得成功的 我不知道你有看過 你經常看過 有看過 有看過 是 就是說四部電影的一部真寶747的客機 如果壞了一部電影 是照樣可以飛行的 是照樣可以安全著陸 現在這樣呢 就對於英國的控方來說 當然是有一點點的挫折 但是你說是不是一個決定性 是會令到控方蓋牌 以及令到兩個被告獲釋呢 我就覺得呢 那個機會都是渺茫一點 是嗎 現在那個案情就我們所知道呢 Mathiel Tricket就是 招攻那個一個 亦都是肯和英國警方合作那個 那他就死於非命了 另外兩個呢 這個Peter White和 還有袁重彪呢 兩個就不合作 No comment 不肯講述這個有關 不肯回應 警方的查問 那他們就安全 和呢 起碼到截至現時為止 沒有殺身之禍 那我 從一個表面的情況來看 即是說呢 就是Mathiel呢 是做了一件 對於有些 人 利益 很不利的情況 的證供 那而究竟是當然啦 我們還未肯定他是他殺啦 但是根據英國警方 的現在這樣的報導 我們推斷呢 他殺的機會 也都十分之大 因為如果自殺 我們都說過了 二點重重啦 地點啦 五點半的 星期日的公園啦 這些全部呢 都不是一個自殺的地方 甚至這個不是 第一的案發現場來的 可能呢 是被疑屍 去到現場都不定 那所以現在 現在的情況呢 就真的要看一看了 就要看看 24號呢 星期五開庭之後呢 英國警方 拿了Mathiel的 書面證供上法庭 看看法庭信不信 那些書面證供的內容 因為呢 如果基於 英國 當然很嚴謹的 法律的程序的時候 這個證供呢 可以 作為全民證供 被不受接納的 因為他當事人呢 沒有經過反覆 控辯雙方的盤問 這份證供呢 究竟是當時會不會有 嚴刑逼供呀 或者當時呢 這個位Mathiel 是不是神智清醒之下作供呀 這些種種都會 本來可以成為 辯方呢 去挑戰這個 這樣的證供的可信性 但是現在沒有了這個機會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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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會落了在辯方的 身上 所以現在的情況呢 就 我想 袁松彪和這位 Peter White 是鬆了一口氣的 因為本來這件案 鐵證如山 就入硬 因為所謂 人證物證驅在 現在人證沒有了 只得物證 包括那個後宮 是 那麼究竟 擦不擦得了呢 只是單憑 那些 繳範圈的紀錄 可不可以作為這個理據 去令到法庭完全信立 這一點呢 是爭議的地方 沒錯了 鮑Sir 你剛才是根據事實和理性分析 就說出 就是告入那兩個 是比以前爛了 爛了 是 這個不等於說 你鮑偉聰 是支持那兩個被告 是嗎 當然了 我只是作出客觀的分析 就表現上的事實 去作出一個可能性的益測 也是 我怕有些人誤會 你今天說 你是很想 那兩個是得到釋放的 所以你是支持 那兩個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在這裏 一定要說清楚 是以正事件 因為我們風雲局 向來都是 理性 事實 去分析一些大事 是吧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各位收看 這個風雲會 還有我們的發表會員渠道 亦都跟各位分享很多經驗 加上同學的patreon 亦都非常感謝各位的教育 下次風雲局 節目時間再會 拜拜 拜拜 這個網絡世界 泰晤士河畔 都一樣可以 是苦陷世界的風雲局 風雲局兩歲了 我們的訂閱人數 已經向40萬進發 有這麼叫人的成績 傳來大家在世界各地的鼎力支持 為了令我們有更充足的資源 做更充足的資料搜集 以及台前幕後 都能夠繼續精益求精 做得更好 我們呼籲大家幫下手 以行動支持我們 利用超級系列打賞 以及加入會員專屬頻道 方雲匯 拜清德蕭美琴 當選 這是美國 其實暗鬆一口氣 最容易見到的結果 共產黨和國民黨 都是同一個列寧的祖宗 肥媽是一個 是藍絲的無知 群眾的一個 非常之傑出的代表人物 特區政府的施政 是令到藍絲 在那裡抗拒 有沒有讓我看錯 判就個個都會判 但等川普上台回來 是會有轉記 張五常的花名叫傻佬 黎智英的花名叫顛佬 這種性格 我們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 是難以理解 這些叫偏偏我這樣吹 是不是覺得 跟林鄭和梁振力 有某種的類型 公公敬敬 送金融上車 跟隔壁那幾個社長做事 剛才聽到 查三說什麼 照他相反的去做 蘋果是不會有連載小說的 所以他沒有小說的 沒有小說的 很多年前他告訴我 是的 我是給他統戰 我有統戰的價值 他覺得自己 很有成就感 連林作如果都關了 所以林作出來 他媽媽押著他道歉 是不是收到電話呢 未來應該是 陳國基和鄧炳強 這兩位人才之爭 沈旭暉是八席的婚宴 成千人呢 這個呢 後面他的師父 葉國華 就是在做一個 秦代女不諱的角色 是不是這個很明顯 奇惡可居 那時候呢 確實是想捧沈旭暉出來的 這個叫梁民道 蔡東豪 叫我在香港電話過去 阿草 找你做光明頂 我一個怎麼做 我要留天賜 不用留天賜 我跟你呢 盲分瓦戒 有一個叫劉細良 跟著劉細良 跟著沈旭暉 葉印聰 梁啟智 朗天 這群我不認識 梁啟智未到 黃偉倫 是黃偉倫 這群全部叫青年社會科學財進 這傢伙是很不相信我 因為在牛津的時候 他受過左膠污染 我不認識他 這個呢 亦都是一個 中共 我相信在香港 準備培養為轉世靈童的對象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按加入風雲匯 以及陶生爆水的Patreon 未來的日子 風雲谷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中 仍然要懷著一點的樂觀 終於 我們都會見到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 兩年以來對風雲谷的支持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 再次感激大家